只要有华人聚集的地方就一定有美食 而这些美食当中跟庶民最接近的 那就是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的小吃或摊贩 新加坡早期的情况也是如此 但这些摊贩到处流动 也带来很多的管理跟卫生问题 后来为了解决 就把他们集中成立的所谓的Hawker Center 所谓的商旅或者这些摊贩中心 但最后这些摊贩觉得集中在一起 反而有很好的管理 反而客源能够集中 于是新加坡后来就开始在各个社区 广建这种如今叫做的熟食中心 但如今数目已经超过了108个以上 大小不一但都隐藏在各社区 他们最大的特色是管理好 食物美色多 而且几乎是把各族群的美食都融合在一起 也是新加坡目前文化最大的特色 只要你走进任何一个这类熟食中心 各种口味你都可以找到 而且非常的便宜 如今连国外的米其林 都来探讨 而新加坡也诞生了全世界 大概第一个华人社会的 米其林的小吃的 这个奖奖的得主 证明美食不分大小 不分场域 在夜市当中就能找到最棒的 来到新加坡一定会到此一游 冰海湾的景色越夜越美丽 气候四季如下 夜晚相对凉爽 新加坡人会在此时外出纳凉 甚至吃点宵夜 多数人的首选 就是最具特色的熟食中心 在社区或闹区边 类似士林夜市的做法 在新加坡这场熟食中心叫 Poker Center 顾名思义 就是把各式特色小贩集中管理 而且便宜又好吃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华人聚集的牛车水的 Hoker Center 这里有一家隐身在角落的小贩 在去年赢得了米其林一星的殊荣 手起刀落 利落多姬 他就是这间米其林一星小贩的老板 陈汉明 个头虽小 但志气很高 真的秀有2016米其林的白色厨师服 在两瓶大的狭小空间 忙进忙出 一周六天迎接大牌长龙的 韬客上门 八年前 他以每月一千两百元新币的租金 租下这个摊位 开启创业生涯 列明娶教了凡香港 油鸡饭面 并不是因为他来自香港 而是创业前他跟着香港厨子 学手艺 至于了凡 则是佛教用语 意思是要脚踏实地 老老实实 做生意 那个凡子就是凡间的凡 鸟就是你们料盖料盖 一切的一切都有 不是他的主宰 而是你们自己本身的主宰 他说事好事外 都由你自己去决定的 他的油鸡为什么好吃 除了选用适合的香料 青少年时期的鸡 再来就是特条乳汁 而这独门秘方至今只有他 艺人知道 配料是死的 人才是活的 酱到里面我自己管家 这些酱汁啊 都是你自己调的 我自己调的 你每天几点起来 调这些酱汁 差不多七点啊 把油鸡改良成 新加坡人的口味 且一碗最便宜的招牌油鸡饭 只要新币2块钱 换算下来台币不到45块 2009年开店半年后 就出现排队人潮 一传十 十传百 多一不绝的人潮 引起米其林的注意 更在去年为新加坡小贩 首度摘下一心 这位全世界最便宜的米其林 半发奖的时候他来 我们告诉我们 我们 米其林邀请我们 出席他的晚会 那时候我们觉得 好像一种 吓一跳 吓一跳 可是只能以为 他是来一种广告 还是玩笑 来开玩笑的 从没想过 米其林会看上他 去年成功摘星后 小小店面 原本都是熟客光布 如今观光客超越熟客 但陈汉明并没有因此 赤金涨价啊 我那时候我没有想过 赚什么大钱 我就要 顾客出得开心 他们我有钱赚就可以了 所以我变成卖 比一般市场上都便宜的 那有一个问题啊 我一定要跟您酬振一下 有一个消息去年里说 你要卖你的秘方 200万新币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不是就叫做卖 是跟他合作 我也不会把我的这个东西 给你当作很昂贵的卖出去 可是我要保持他 在每个消费者 现在都可以送 吃得起 米其林名气响亮后 有财团找他合作开餐厅 于是在发基地附近 以他的姓 开了一家名为Halker Chen的餐厅 我来了啦 姨妹 哎哟 新家开了店 观光客居多 每次陈汉明一出现 游客就会兴奋拍照 他会在厨房后台 遇到莫名前来的Halker 再一次 1 2 3 猴架子的老板 等带着我们到厨房里面 一探游鸡的秘密 慢慢地动作 打开铁盖 满满一锅30只鸡 他们每只全是陈汉明 精心挑选的鸡 每只鸡起锅时 有个动作绝对不能少 接着检查每只鸡 对不对味 他看一眼就知道 鸡 有没有超过的时间 还有热过的时间 还是做得好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有今天了 三十只鸡 一只只戳洞放之后 挂在铁架上放凉十分钟 有个原因 他不凉他的肉会瘦素的 太透露 公司的肉比鸡好吃 且这间店就有四名台湾人 来拜食学艺 你看到这么多人想跟你学 你开心吗 开心 因为我是可以把我的 这个武林的神功传授下去的 以后在武林之下 他一定出现了很多武林高手的 只是开店容易 要守住味道难 2017米其林名单 又将揭晓 他能连续摘心吗 我更希望有一天有人超越过我 这个才是他真正的一个主意 就算得不到美其林 我觉得也是蛮好 最重要顾客天天来欣赏你 他们就是美其林 一盘两块钱的游击饭 破除美其林的高党名思 更让新加坡政府 推广超过60年的熟食中心 阳明国际 政府也是帮我们很多的忙 因为他知道我们这种小贩 最重要你们能够过来卖的东西 不要贵 至今已有108座熟食中心 多元各国料理 是他的特色 更是许多厨师 人梦的地方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或许能给同样美食伶俐的台湾 一个借境 搞不好哪一天 台湾也能诞生一个夜市 一起来